之后,地面很多的小虫子,蚂蚁很多,就来吃它的幼。 它心里想,我要到大海去,这些小动物都死掉了,我又犯戒了。 说,好,饮兽子,我这个幼,我今天不是给你们吃,将来我做大菩萨,我说法,不是你们。 将来是法不死,现在我的肾幼不是你们。 又是他引受了这个苦,逐渐逐渐的,龙就死掉了。 死掉了,生到道理天,他从出生道,到天道去向苦去了。 大致论上说到这么件事。 这个故事看出来,龙王有这种境界,能够引受不喜生命, 而吃戒清净,不肯杀生。 这就是很不容易。 不容易的。 所以我们呢,银间的银,我们要是受了佛戒,受了戒的时候。 一般的事情呢,当然我们没有特别因缘的时候,我们持戒清净,这是不难。 有特别因缘的时候,要使你犯傻戒,犯道戒,犯淫戒,犯妄语戒,有特别因缘的时候, 这是不容易。 比如说这个时候,我要说一句谎话,我能赚十万美超。 我要说真话呢,十万美超没有了。 那么你是说谎话呢,你是说真实话呢,就在这个时候不容易。 在厉害关头的时候,你能持戒,这是不容易的。 但是现在说这个龙王他持戒呢,他就升到道立天上去了。 所以这件事啊,说来容易,做来难。 持戒是一个特别高尚的事情,但是也是比较难的事情。 那么怎么办法,怎么样办法,才能够持戒清净呢? 要常常的静坐修止观。 你常常静坐修止观的时候,观一下法至向空,无声无定向,无所转,入主法实向。 常常做如是观的,就把你的贪神痴的烦恼逐渐的减轻。 由重而轻,由有而无。 这个泛戒就是因为烦恼才泛戒嘛。 我贪心犯戒,由真心而犯戒。 由愚痴而犯戒,由烦恼而犯戒。 现在修止观的时候,使令烦恼轻微了,你就能持戒清净了。 就是它互相有关系。 我们能持戒,所以能修止观,所以能学习智慧。 但你修止观,学智慧,所以使令戒清净。 是互相支持的,这也是。 所以我们只是受了戒,我不修止观,我不静坐。 不静坐,你的问题就是老是存在那里。 烦恼不能调伏,不能调伏就有困难。 持戒清净就有困难。 所以我们今天的佛教徒,能发心静坐的佛教徒,我看还是少数。 是少数。 不愿意静坐的还是多数。 所以这样的情形就看出来,我今天的佛教不兴盛。 不兴盛的原因是在这里。 是这样子。 这上面说,是 冲出发意,菩萨摩扎冲出发意,行斯罗伯罗密。 他修行这个斯罗伯罗密。 就是安住境界,慈界清净。 这样子。 应斯罗伯罗密。 昨天我说过,为什么要持戒为得无上菩提。 有这样的菩提愿。 要是我们,我持境界,将来我为了得尊贵身。 那就与无上菩提相违反了。 应斯罗伯罗密。 我持戒。 持戒是,不得引度持终。 持戒的时候,我受了戒以后,我能够保持清净。 不违反戒。 不违反戒,怎么叫做不犯戒呢? 不得引路持终。 就是心里面不要有这个引欲心。 不要有愤怒心。 不要有愚慈心。 你心里面没有这样的思想。 没有这个引路持的思想。 这个词啊,是愚慈。 什么叫做愚慈呢? 就是不知道一切法是因缘有的。 不知道一切法是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恶。 不知道这样的道理,叫做愚慈。 所以,不得引路持终。 就是我这一念明了性的心呢,不入于引路持里面。 引路持是乌眼的。 我的心呢,保持清净。 不入于乌眼之中。 这件事不容易。 所以,非要你静坐修止观, 才能使令引路持不生气。 才可以这样子。 一步多诛烦恼残法。 这个引路持在佛法中, 在一切烦恼中是一部分。 还有很多其他的烦恼。 就是一步多其他一切烦恼的残法里面。 这个烦恼出现的时候, 就像残法。 就像我们人的身体自由自在的活动, 忽然用绳子把它绑起来了。 那么叫残法。 现在我们的明了性的心呢, 被烦恼所残法。 就是出现了烦恼的时候。 就是说, 不多引路持中, 已不多诛烦恼残法。 既诛不善破道法。 前面只是烦恼。 内心里面有这个掩污的思想。 这个诛不善呢, 就是有掩污的烦恼表现在行动上。 有了罪过的行为, 叫做诛不善。 不是, 傻到阴望这些事情。 破道法。 这个, 有阴路持, 诛烦恼残法不善, 都是破道法。 能破坏我们修消圣道的事情。 我们修消戒定慧的时候, 戒定慧是道, 能向于无上菩提那里去。 现在你心里面有了阴路持, 有了诛烦恼残法, 有种种不善的罪过的行为, 你的戒定慧被破坏了。 你就不能够由凡而胜。 由阴而过, 得无上菩提量。 就是这样的事情。 现在说这个, 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呢, 他修行戒波罗密的时候啊, 是符合无上菩提的愿。 而没有这么多的烦恼, 也没有烦恼的罪过的事情。 不破坏他内心的圣道。 好, 好, 是这样意思。 今天就讲到这里。 好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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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